好 那就接下来给你们看这个 我觉得它这个包装还挺漂亮的 你看它上面有这个 然后好像它是跟就是这个博主合作的一个系列吧 Ariba这个色号 我们打开看一下 好漂亮 哇 你们看它那个正正的那个红色配着它这个金盖 哦 我觉得这好漂亮啊 然后它有写它是Ultra Matte Lip which means超级牙光 也有可能超级干 但我现在不知道 但据大家都说 这个的那个质地还蛮不错的 我们把它打开 然后哦 它这个刷头还不错 我们先在手臂上试一下 手背上 哇 它这个红好漂亮 而且其实它刚涂上不是那种 特别厚特别雅的那种质地 我觉得它可能是要等它变 但是 干它才会变成特别雅光的 你看 其实它刚上去之后 还是亮晶晶的 然后 我现在把这个润唇膏比一下 然后我再上一遍它在这个嘴唇 它这个唇部打底的产品 看看效果怎么样 然后我现在涂这个 Ariba这个颜色 然后现在涂上面 你们看 我觉得这个颜色也挺好看的 比刚才那个Love Life呢 就是橘调少了一点 但是它是更偏蓝调的这么一个红色 就比较冷的一个红色 有点像Ruby Wood的那个颜色 但是涂这个比较需要技巧 这个涂好了 就是这个Ariba这个颜色 我觉得还挺好看到 它跟它管身上的这个颜色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把刚才那个Love Life涂在它旁边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两个都是这种红色嘛 你看这个就是好像更 更偏土一点 就是更豆沙一点 稍微日常一点吧 这个就是更红一点 这个相机里看 这个Ariba有点太过于偏橘了 我感觉现实生活中看 它是更正的一个红色 然后跟这个Love Life一对比 Love Life就显得是稍微有一点土橘的这种颜色 明度就不是特别的高的那种感觉了 但我觉得很好看 你Love Life这一格 平时如果你薄擦的话 应该还挺日常的 我这两个的试色都是后擦涂上来的 好 非常非常满意 然后我有一根Ruby Wood 我去拿Ruby Wood给你们擦在这块对比一下吧 我回来了 然后我把Ruby Wood拿来了 给你们做一块对比 我刚才到就是 我现在应该是正好对着那个窗户坐嘛 虽然它不是直接进来照我脸的光 但是也算是就是光源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然后我刚才又去卫生间 就是室内光下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挺漂亮的 然后给你们把Ruby Wood使在它旁边 这个是Ariba 然后 我的Ruby Wood因为放了很久 有点干 能看出来其实Ruby Wood 它比Ariba更偏蓝和更偏冷一点 所以我觉得Ariba它其实会适合更多的人 好 然后那我们就还剩一个腮红和一个高光美术 我高光买的也是它最有名的这个 Super Shark Cheek 然后呢买的是珠光的这一款 就是Lunch Money最有名的那个色 它这个小包装也很可爱 然后它也是这种就是这种质地 然后我也是很幸运 运过来之后并没有碎 它里面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香槟底的这么一个高光 然后给你们做一下湿色 它这个 哇 哇好软 它也是那种高 湿湿的高体的感觉 我听 我之前也是看了好多测评嘛 有的人说运过来 那个都很干啊 很烈啊 什么的 我这个还是挺不错 挺湿润的 还运过来 给你们看 哦好漂亮 它就是很自然的一个 能看出来吗 这一点有一点 真的这个颜色 它好细腻啊 这个颜色 好细腻 我给你们上脸试一下 我现在脸上是没有打那个高光的样子 然后我看他们好多人都说图的 这个高光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手上 因为它是那种有点高体的质地 拿刷子什么的 可能会取不上粉 先把它放在鼻梁那边放一点 哦 能看到我鼻梁的这道光了吗 已经 然后再把它放在这块放一点 我觉得它还挺自然的 然后我在脸颊的地方 也上一点 嗯 还是能看出来的 看到了吗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上的 我这样转头还是能看出它这个光泽的 你们看 后面有一个围裙 忽略它 你们看 我这半边脸现在是上了这个地方 上了高光的 然后鼻子也上了高光 然后这边还没上 你们能看出来 这两边 这个光泽确实还挺漂亮的吧 还不错吧 哎 由于这个 太阳越来越弱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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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